最近在国外有一位大叔做木匠做出了成就 他用一根木棍所雕刻的响尾蛇的手杖在网络热议 因为实在是太逼真了 不得不佩服 这位国外牛人先将一根木棍画出响尾蛇和老鼠的轮廓 然后再拿切割机切除一些小圆圈 切出来圆圈之后再用一把小刀 把这些木头修正一下 手杖的雏形修补出来之后 就开始雕刻响尾蛇了 用的是小打磨机打出响尾蛇雏形 再细心地用更加小的电动指轮做修补 响尾蛇的轮廓一开始并不明显 所以用粗砂纸将舌体打磨圆润 响尾蛇的身体打磨出来之后 就用电动小刀开始在尾巴处雕刻花纹 它并不是用绘画技术打造响尾蛇的鳞片 而是采用电落铁在木头蛇身上 一片片地烫出来鳞片的花纹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非常的逼真立体 大家知道手杖上的这条响尾蛇 用电落铁一共当了多少下吗 一共是6755下 也就是一共为响尾蛇做出来 6755片鳞片 从细节图上可以看到 用电落铁做出来的鳞片非常的漂亮 也不枉费牛人的一番辛勤劳动 只是需要换一种工具和手法 所有的雕刻工作完成之后 就是最后的处理 用颜料给手杖上的蛇上色 还有就是给手杖上喷上木漆 整体效果出来非常的漂亮 响尾蛇做的简直就跟真的一模一样 如果这手杖放在地上的话 相信一定会让路人吓一跳 就算有人把这手杖扔了 估计也没人敢去捡 只是小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工匠 用电落铁来处理动物纹路 这创意得给满分